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开始吧 哼 就当作是散步好了 从这里到那里 啊 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 德莉莎大人 好的 没问题 我应该能找到一些可以过来帮忙的女巫神 这样德莉莎大人只需要专心寻找猎表中的一部分物品就好了 太好了 这样就帮大忙了 啊 轮到我了 这个薰球做完之后 可以休假吗 就当作是散步好了 啊 极如雷电 这里吧 圣采之雷 圣采之雷 来 将我的剑化作雷光 走吧 啊 上一次睡觉 是什么时候来 傻意不断从空间 来被我吃掉吧 快 站立吧 耶 复征 就让黄女的光彩 荣耀死尖天地吧 独色人之类般苦涩 组灵 驾成 复征 き成 哈哈 就让黄女的光彩 荣耀死尖天地吧 该往上 琥珀 你怎么样了 我这边已经收集好了 我们这边也收集完毕了 德莉莎大人 好 再检查一遍吧 如果确实没什么遗漏 那我们这就回去 这里吧 出征 断罪之眼 已遇见了前方的险境 喜城 出征 就让皇女的光彩 荣耀死尖天地吧 这真不怪我 拆了的时候 也没人和我讲 你们要用嘛 天命的女武神部队 有时会在这附近接到砍探任务 测试崩坏能浓度什么的 素莎娜今天刚才看在我 我还陪她回收过那个崩坏能装置。 苏莎娜,她可能有类似的装置,而且如果目的是看探的话, 应该可以测试出微量的崩坏能变化。 我们这就去找她吧, 我大概知道她会在哪儿。 用力吧,启程。 和本黄女一同踏上旅途,你应当感到骄傲。 就让黄女的光彩荣耀死尖天地吧。 一只鸭,可求优役。 就打开。 你一定能够的。 对。 你应该是想要。 别害怕 很快就结束了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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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如雷电 站立吧 圣财之雷 出征 苏莎娜 是德莉莎大人 还有 琥珀大人 为什么看到琥珀的反应 好久不见 我还大 因为琥珀大人 是我这次继续考核的汇报对象 琥珀大人 我没有再偷懒 放心吧 苏莎娜 我们现在不是来进行考核的 苏莎娜 你用来看测崩坏能的装置 还戴在身上吗 哦 在的 就是这个吧 没错 就是这个装置 它的精度足以测量我们所需的数据了 太好了 苏莎娜 我们想借用一下这个装置 可以吗 哦 可以是可以 但严格来说 出界这类设备需要走专门的审批流程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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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莎娜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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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莎娜 不错 苏莎娜 不错 苏莎娜 苏莎娜 没事的 苏莎娜 这次情况特殊 就由我 自产自消 来批准借用了 苏莎娜 这次不需要走流程了吗 那 那真是太方便了 谢谢你 苏莎娜 这次帮我们大忙了 真的吗 我只不过是出界了一个平常没什么人用的装置 总之 真的谢谢你了 走吧 琥珀 这样一来 测量崩坏能的装置就搞定了 嗯 德莉莎大人 琥珀大人 二维们走 这里吧 这个薰球做完之后 累秀 多佳莎 博士 我们回来了 嗯 这边也刚好准备的差不多了 我在蛋在上列的东西都找齐了吗 是的 都在这里了 好 那么我们就对实验场地进行最后的布置吧 博士 我也来帮忙 来吧 人手自然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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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75%,100%,125% 实验可以开始,德莉山女士 了解 游大的事约 启动 游大的事约 启动 游的崩坏能含量归零 德莉莎女士 稍微减少一些神之剑的攻略 游的崩坏能含量 42% 45% 50% 就保持这个数值 收到 现在 记住右侧锁链的输出功率 准备用功率相同 相位相反的方式 尝试操控左侧锁链对目标进行供恶输出 游的崩坏能启动 听我倒数 三 二 一 开始 容器中崩坏能含量 100% 125% 150% 准备用功率相同 哇 也就是说 两股不同的约束之律者全能 如果按控制好的方式叠加 他们的确会相互抵消 看来的确如此 约束之律者的全能 简单来说 就是消除其立场范围内的一切崩坏能 所以仪器指数在一开始会下降归零 但开启了左侧的供恶输出之后 仪器指数却回到了100% 并随着崩坏能的持续注入而继续上升 这就说明两股全能彼此相互抵消 使得新注入的崩坏能得以保持在容器当中 要说明两股全能 倘若两股全能是单纯叠加关系 那么仪器指数会从50%降到0% 我愿意想咳一下,我愿意想咳一下吧。 但我愿意想咳一下。 我愿意想咳一下,我愿意想咳一下。 嗯,昌光分析得很清楚了。 相互抵消的权盒? - 琥珀,奥托塔,也知道这一点吗? - 奥托主教只对此有过猜想,但据我所知,并没有进行过类似于今天这样的实验 - 不过,毕竟是那个人嘛,就算说他在我们所有人出生之前,其实就研究透了这些事,恐怕也没有什么好让人奇怪的 - 无论如何,今天的实验都对我们研究律者全能的课题有很大启发,谢谢你了,德里莎 - 谢谢大家帮我完成这个实验 - 怎么啦,博士,你似乎- 哦,没什么 - 我只是在想,但愿这次实验的结果,永远也不要有派上用场的一天 - 但愿如此啊 - 确实,但愿如此啊 - 过来 - 下集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